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實施了一年 當局檢討之後,最近提出了一些優化建議,林超言 當中包括改善了入息和資產申報制度 但是有扶貧委員會成員認為 交通津貼已經變成低收入補貼 希望政府檢討其他分散的資助措施 整合成為給低收入家庭的安全網 任職保安員的鍾先生月入7000多元 住在元朗,每天要去屯門上班 一個月交通費近300元 不申請交通津貼,要申報全家人的入息和資產 他一直都不敢申請 譬如我問我的子女 你給我身家看看 我要拿交通津貼,我要報 如果他不肯,我又申請不了 如果放寬以個人名義申請 他多數都會獲批 每個月600元的津貼,扣車錢還有300元剩 給了交通津貼以外 還有一點錢多出來 對於我的生活補助都是有一點點悲意的 都是有一點點幫助的 最得行到我吃個早餐都可以吃好一點點 政府建議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改為雙軌制 即是由現在以家庭為單位,擴展到用個人名義都可以申請 例如公屋申請資格,還有在醫療薩瑪利亞基金申請資格 還有在中援申請資格 還有在教育中小學申請資格,四個都是不同的資格 其實有時候人們不知道自己為何合這個又不合那個 將來下一個所謂低收入家庭補貼的話 可能他可以將幾個不同種類的補貼制度放在一起 令到家庭真的要申請的時候,他可以容易一些 扶貧委員會將會討論有關的問題 新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政府希望下年年初可以實施 大關鍵制在財委會申請到撥款 財委會明天就會第七度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 財委會主席已經說明,對明天完成並不樂觀 新交樽何時實施都很難預計的 現在才會的意思是對明天不合的 現在才會進入財務的 財務的財務的財務